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到的这位来宾 这个真的是 因为我一年多没有出国了 所以说知道他要来跟我们聊出国的时候 我还蛮兴奋的 想说如果说要去聊个一次两次的出国 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他一次可以跟你聊十年 他到底去过哪些地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兴奋的事情 他从2000年就开始写部落格 非常早等于写了20年 2011年从林佑开始创作 他现在的部落格也写了十年了 出了六本书 这六本书包括他从十年前 从纽西兰打工度假回来 然后一直到现在 每年都出国超过100天 哇塞 每年出国超过100天 这很厉害 那他最近也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生活中选择留下 合适舒服的人 好像跟旅游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来欢迎我们的创作者 雪儿 谢雪文 嗨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雪儿 哇 雪儿你这样子 一直都出国的状态 是不是很多人都很羡慕你 对 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个炮霸足 一定是家人给你钱才能出国这样子 没有吗 当然没有啊 我可是扎扎实实用我自己的存款出去玩的呢 所以你出去玩的时候 可以一边玩一边继续存钱 其实应该是说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是抱着钱要花光的心态 一开始 对 因为我就想说我这个人就想要放飞自我 然后我其实真的做全职旅行 大概是我34岁的时候 所以我其实前面已经工作十几年 我有大概足够的存款 让我大概可以花个两三年吧 那时候是这么心理想的 所以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啊 我做资讯服务业 我是一个PM 你做PM吗 对 大家很多很多没有办法想到 对不对 是因为关太久 所以觉得应该要出去两年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也遇到一些工作上的瓶颈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资讯里面非常流转 我其实到后面已经每天上课 你知道有时候资讯安全啊 资讯服务啊 还有一些系统要更新 我其实有一点就是有心无力了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本身不出国 还在工作的时候 我在工作的时候也出国 因为其实PM压力很大 因为你知道吗 来自客户啊 老板啊 工程师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夹性饼干 我就是靠出国输压这件事 真的假的 对 所以你等于说你是下定决心把工作辞掉 然后决定不再在台湾了 就想说是不是台湾房子也没租了 就干脆说租饭店就好了 也还好啦 因为我本来就住家里这样 我本来就是真的是一个靠霸祖这件事情 对 然后可是我觉得想要下定决心是因为你会觉得 好像趁一个年轻 然后做自己说走就走的旅行 其实因为你大家上面看到我吧 我2011年去纽线来打工度假 是 对 然后那时候打工度假回来就有觉得不够 我玩不够 我好想要再继续玩 那不如就辞职 然后让自己玩够再回来吧 所以你打工度假的那一年 是下定决心要好好的玩 然后本来是不打算回来 是这样的意思吗 本来是打算是三年 因为纽线一年加澳洲两年 结果一年就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觉得打工太累了 还是回来台湾赚钱好了好吗 所以你只想要打工度假里面度假的部分 对 我只想要Holiday I don't want to walk in 对呀 但我问一下 你打工的部分是做什么工 我跟你说 在国外打工就是劳工 对 你有没有看到 你知道外面不是有很多太劳吗 对 你就是回来知道 我看到他们特别亲切 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做过草莓工 柴草莓 草莓工 对 我做过苹果工 包苹果 哇 都跟水果有关 对 因为你知道在国外 就是农场比较缺热 所以我们 入的门槛比较低 所以我们就只能做那种门槛比较低的工作 对呀 我跟你讲 应该很多观众朋友在想说 草莓工 我去那个日本玩的时候 都去参加采草莓的行程 就很开心 一颗一颗采了之后 可以拿来吃 这样可以做一年好像很不错 对不对 你不知道就是 你知道吗 真正采草莓的工作 跟你去玩的采草莓工作 完全不一样 我可是清晨就要起床的呢 草莓是清晨就要起床采啊 对 因为你这草莓就是清晨 然后过了一个部分 它才会慢慢发红 你也必须要在大太阳之前 把红色都采完 就是成熟的草莓都采完 你说太阳起来之后 红色的如果没有采完 会发生什么事 烂掉 真的假的 对 因为它预热就会烂掉啊 所以你必须一定要趁在清晨 然后在太阳升起之前 你就把它整个采完 可是那如果是那种观光旅行团 去采草莓的话 那不是都已经是烂掉的草莓了吗 没有 其实应该是说 好的草莓都被采光了 我们干脆聊 采草莓来聊一集好了 我真的超好奇的 我们结果是装作者说 为什么越来越采草莓 说 因为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 居然采草莓有这个学问在里面 真的好吗 我可是采了三个月的草莓呢 对啊 那你把采草莓的故事 写在哪一本书里面啊 牛星来打工度假那一本 但我没有很推那本 谢谢 那本不是很推 因为里面都在写采草莓是不是 没有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 Working Heart就是人生一个经历 然后每次你讲到工作 你都会想翻白眼这样子 可是大家对于打工度假的印象 应该是说 我就很辛苦的坐一下下 然后之后就要开始开车到处去玩 不是长这样啊 是这样 没错 但是那个工作不是辛苦一下下 其实是辛苦很多下 我脑中现在还停留在采草莓的阶段 苹果我们就先不聊了 要不然我们这个节目全部都在聊水果 对 你采完草莓之后 你后来回台湾 你第一本书是那个时候写的吗 我其实那时候在打工度假期间 我就觉得我人生大概就只有这么一段放飞自我的时间 所以我很认真 就是你知道吗 人家下班回去做菜 开party喝酒 我在那边写部落格 所以你是一边打工度假 一边写部落格 因为我想要记录我在纽西安打工度假的期间 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 因为你知道我回到家 我已经准备要嫁人生子了 等一下 你是原本就已经谈好了 然后才出去 刚才讲说你等我一年 我回来我就要嫁给你生子 是这样子吗 没有我是跟我爸说 我回来就会好好相亲结婚 你后来有好好相亲结婚吗 我回来之后发现时间怎么这么大 我不要 真的 所以等于说你出去之前 你觉得世界很小 我只要去完纽西兰之后 我就可以在台北安定的过一辈子 对我会觉得我人生就这么一次放飞自我之后 我就会好好稳定的过 对 相夫教子的生活 没想到放飞自我一次之后 打算要放飞自我一辈子 对我就觉得回不去了 怎么办 如果当初没有去打工度假 我可能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现在所有在听我节目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想要出去打工度假 跟要不要生小孩中间做抉择的话 要想一下 你出去之后就决定可能不想回来了 这是你的结论嘛 对不对 而且因为你知道 就是看过世界之后 就会发现 哇 对 你知道就是森林不能只为了那棵树存在 世界有很多棵森林 你可以去 所以等于说你是在纽西兰打工度假的时候 开始写部落格 你才发现你是一个可以靠文字创作来生活的人 没有 我其实那时候其实不是那么认真在写 但是我就会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很珍贵的一年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的同情事份 我说我觉得你写得很好 你可以出书 我就跟他说没有办法 我觉得出书很难 我只是想记录而已 所以你到了哪一个时间点开始觉得说 我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换个角度想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羡慕那些旅游部落客 对 就是这样 你就一直到处去玩写东西 你就可以过生活这样 但是没有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其实你很难想象这件事情的发生嘛 对不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文字旅游创作 可以当做你的工作 因为你那时候写到后面的时候 其实你 我觉得我分享的不只是旅游旅行跟攻略这件事 我觉得我很想要分享就是 为什么30岁 我要把稳定的工作辞掉 然后去当草莓工这件事情 然后我也很想要跟大家说 在这种很像建林初老的年纪 那如何去给自己一段时间 对 然后做一些你觉得人生最重大的一个转折 我觉得中间都需要一个叫做gap year 不是只有就是高中升大学 我觉得中年也需要一个gap year 然后我就把这个文章发表在当时很夯的一个旅游论坛 叫背包客栈 是是 然后没想到就是被疯狂转载 是是 然后就有出版社来问我要不要出书 所以你就正式转职了 也没有我还是回去工作 因为出书不会赚钱 我还以为你还是回去继续摘草莓 没有啦我回来台湾还是继续做PM 然后就下班的时候写稿啊出书这样子 所以你有些人回来之后 你还是在工作 无缝接轨马上上班 那你到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每年出国一百天的 我是从三十四岁 回来大概工作三年多 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再干皮炎这件事了 对 然后钱也存得差不多了 了解了解 你回来又三四年之后 然后你就下定决心要靠旅游跟写文字来过 没有我那时候就只想人生就继续包废自我 钱花光吧 你那时候已经两本书了对不对 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出了第三本书了 第三本书了 我第一本书是出有现在打工独家 对对 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太爱写文章 太想要分享 那时候很多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那时候写文 然后我说 我觉得我写文章的动力是 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很想要跟我的朋友聚会 然后跟他们分享 但是你知道每次一聚会 他们就是那个尿布多少钱 就是没有人想要听你讲旅行 没有人想要听你讲柴草梅的故事 对 但没有想要听到你国外放飞自我 因为我觉得我的旅游离他们太远了 是 对 所以我必须要抒发心情 所以我用文字 然后抒发在很多的论坛 自己的部落格 然后当时的有一些写法不太一样 因为很多当时的旅游部落格 他们写的是 教你怎么去旅行 然后去什么样景点 可是我就是只想要靠杯而已 我可以讲刚刚那两个字吗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不用比调 直接让他出来 这一点我真的是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在2012年算是打工度假刚开始嘛 开始很多人觉得 对 要出去 所以你等于算是敢在第一波去做这个挑战 没错 然后你去了回来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你身边的人其实还是不太懂那是什么 真的 大家就觉得 而且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觉得 干嘛何必浪费那么好的工作 然后跑去国外干什么 草莓工 我懂 你的心情是 你干嘛浪费那么好的青春待在办公室里面 对 当我当我产美之工之后 我就觉得你们才浪费青春了你们 所以如果说是这两个选择 你等于是回来的时候 你还在同时选的状态吗 我觉得我回来之后 我发现我的心 我的灵魂在框架外 但是我人在框架内 然后框架内的人看我就觉得我是个异类 对 所以我其实过了两年就是觉得 我必须要靠文字去抒发我自己 成为异类这个事实 所以你就开始把自己定位成专职作家 这应该也不是自己定位的 也没有 我觉得我那时候定位就是 成为一位旅游文字的抒发者 那我借由文字这件事情 把我自己的情绪然后带出来 那没想到刚好那时候刚好也是壮游年 所以文字就被转载背包客栈 然后转载到天下杂志的部落格 还有关键评论网 还有蛮多的专栏 是是 如果说你在玩的时候 应该说你去旅游的时候 你已经想到了之后要记录下来 你觉得你的旅游方式会跟原本不太一样吗 我后来发现我的旅游方式 就还有我的文字写作方式 其实是跟大部分人不一样 因为我就是很直觉的把我的心情阐述出来 是是 对 我其实也不想要教人家说 你要去住什么样的饭店 或者是做什么样的旅行会比较好 因为大家都会有推荐 number one number two 我就是直接一直在想 我很崩溃的事情 我起来又被偷了 对我跟你说 我又住到一个很烂的旅馆 可是我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读者他们是喜欢看比较真实的旅行 而不是一种教你怎么去旅行这件事 是 他想要参考 应该是说 因为我在前几天读你的书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看完你的书之后好像可以不用去了 你要这么说还是需要的 我觉得里面有的真的是太巨细迷移了 就觉得 这个看完之后觉得好像可以不用去了 而且碰到这些事情 我还要去经历一次吗 的那种感觉 要我觉得一定要经历一下崩溃 不然你不知道崩溃两个字怎么写 可是你如果说你每年出国有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的话 你是怎么规划 不用规划就直接出门 直接出门 对 机票买了 明天 今天 对反正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会开始 所有东西就会按照次序起来了 找住宿 找池的 找交通 其实我后来旅游到后面 我会觉得其实旅游一点都不难 因为机场其实都长得一模一样 全世界的都一样 反正出关 然后出门 没有巴士就搭计程车 没有计程车就有搭Uber 然后到了旅馆之后 打开手机 然后直接到那边 开始check in 然后就开始 而且因为现在这几年 网路非常的发达 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做功课 你打开那个Google Tips 他就会告诉你前三项 不然就Tuber Advisor 或者是像是 现在 重游网啊 或者是马放窝 你拿到资讯 真的非常的简单了 而且很多等于过滤的时间 还要更多 对 你说那个时候辞职的时候 你只想说我要用这些钱 好好的看这个世界 对 但是你看这世界的过程 你总会把钱花完的时候嘛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那时候本来想说 花完我就回去上班 就发现花不完嘛 我发现我前面半年是真的都在花钱 但是因为我用背包 所以我基本上还蛮省钱 是 然后过了隔年 可是因为我就是那时候 边旅行 边把这些旅程记录在我的粉砖 我的部落格 你会慢慢累积读者嘛 因为读者好像也跟你一起去旅行的感觉 那累积到一半的时候 就开始有厂商找你了 是 对 他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带我的包包出去 那你可以帮我写什么文章 你可以去国外帮我采访一些某个地方 我们会给你稿费 那莫名其妙就是钱就真的从天上掉下来 你开始收到这钱的时候 我觉得是诈骗集团吗 一开始会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因为他们会叫你报价 报价什么价 你不是PM吗 PM报价不是你的技能吗 我会报网站 我会报网站 我不知道 原来创作也是一个价格 可是因为当初在写部落格的时候 你分享文 你没有想到它会是一个生存工具 是 对 你也不会想到粉丝也可能会是一个生存工具 但后来才发现 我跟你说 其实在201516之前 其实没有网红这个词 是在16之后才有的 是 所以你从 本来就很红 但是不叫网红 然后被变成大家都叫你网红 对 我后来我就会说 因为你知道我以前都不知道怎么介绍我自己的职业 我就说 你现在职业是什么 网红 你说大家好 我是网红雪儿 对 然后后来他就说 我是KOL 然后他就说什么是KOL 网红啦 你有很喜欢这个词吗 一开始没有很喜欢 可是后来就觉得 也好啦 当然至少有一个代号 这样子 因为其实网红它其实包含了作家 创作者 媒体 或者是自媒体 部落客等等 我觉得他不算是一个便宜词 你说一开始有厂商请你背个背包出去 然后那时候你还不是网红嘛 对不对 所以你那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报价 对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个是一个 应该说中间应该有一个一两次比较大的事情 让你觉得说 好像我真的可以一直重复做这件事情赚钱 用PM的大脑来思考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 开始不知道怎么报价嘛 就会开始问其他部落客 你怎么报价 你怎么报价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报了多少价 他们说 你白痴啊 你报那么低 我说 哦原来可以报那么高 你知道吗 就是从不知道乱报 因为你知道你想说 什么 写一篇文章 还有几千块可以拿 然后笨蛋 他们就说 笨蛋那是几万块 你的粉资量那么多 我说我又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了吧 好 我下次尝试着看看 你的部落客朋友应该是真的在骂你 觉得你破坏行情 对 他们就觉得你真的破坏行情 就是外面的业绩的行情是这样 我说我真的就不知道啊 我慢慢学嘛 哇 所以你等于是 你看你三十四岁 切开 对 然后开始做全职旅游 对 然后几年之后 你觉得不会把钱花光了 因为一开始你觉得会花光吗 我觉得三年之后就会花光 三年之后 对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 做创作 这么有名的雪儿 专门靠写书旅游赚钱 他也花了三年才发现 钱不会花光 不要再去幻想着 第一天开始写部落格 三个月之后 就可以靠这个赚钱 真的很难 很难喔 对 GA的那个钱真的很少 千万不要想太多 我也有开GA好吗 一开始很多啦 2012年的GA 应该是还不错才对 对 但当你那个流量 降上来的时候 你就是哭吧你 对 千万不要靠那个火这样子 可是你书也就是 一本接着一本出了 其实我那时候在旅游 我大概是 15出一本 16出一本 对 然后后来因为真的太忙旅游 而且旅游的工作一直来 我还是有在做脸书的一些 即时创作 但就没有再出书 因为真的大家都知道 各位创作们 出版真的不会赚钱 出版设人坐在我后面 想看一下他的表情 他就还跟我摇头 但是他是一个成就来源啦 而且他可以帮你把 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完整的表达出来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邀请到旅游专家雪儿 来我们的节目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下一段节目 我们要请雪儿 来跟我们分享 更多他的创作故事 以及这些故事 背后的故事 我们休息一下 哈喽是Kiss研究生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创作者说 每一集节目 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 来跟我们聊聊 他的创作故事 我们邀请过 创销作家 导演 编剧 也邀请了创作歌手 部落客 YouTuber 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 对于创作的想法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收听 也可以追踪 研究生脸书专页 我会分享每一集 节目录音后的心得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的想法 创作者说 每周四上线 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 这些故事 背后的创作故事 你刚聊了这么多 都在出国的故事 你这两三年都没有出国 你会不会觉得超级闷啊 还是说你真的就觉得 不出国很好 不用工作了 可以做别的事 我跟你说 我一开始有点闷 因为你知道 我其实本来有一个预计 就是四十岁 我今年刚好四十 我本来今年想要 我旅行六十五个国家 我本来去年有一个 郝渊就是四十岁 要去一百个国家 所以我本来这两年 要去三十多个国家 而且我路线都已经规划好了 真的全程规划好 对就是大概 跑的路线啊 护照啊 签证啊 我大概都已经做好了 一定规划 结果啥都地方都不能去 等一下等一下 你刚其实讲了一个 很大的资讯点 我现在还在混乱当中 你才刚满四十岁 不要这样 四十岁 你是阿姨了好吗 不是 因为你给我的宣传里面 写说是一个 四十家的女生 我想说四十家 四十家我脑中浮现的是 四八四九 才会写四十家 怎么会是四十岁 写四十家 四十家里 四十家里 你们这个出版社 对你很过分 不要这样 才四十家就写四十家 我刚好踏入了 这个就是门槛了好吗 我觉得这个太过分 这太过分 这不是 你怎么可以允许他们这样子说你 不会不会 我们现在就是你知道吗 年龄都已经公开了 你看苏尼养成绩 二都已经开播了 有道理 对 所以你这两年 本来规划三十几个国家 是什么地方 哪边你还没去过 我那时候本来预计 是要从西伯利亚 然后坐到铁路 坐到莫斯科 然后莫斯科下去 你可以到白俄 然后不用签证 然后白俄出去的话 你可以穿波罗的海三小国 对然后到波兰之后 你可以飞到乌克兰 因为机票大概只要 我记得十欧就可以飞过去了 然后乌克兰再回到 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你可以到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再穿下去吧 保加利亚 诺马尼亚 对然后呢 再穿到中亚四国 然后再穿回欧洲几国 然后再穿回到中美九国 差不多吧 这么跳 对 你是把你没去过的地方 就是那个地图上面 还是灰色的地方 这样子找出来 然后我再开始 串那个机票签证 而且你知道 其实这两年很多 就是一些国家的签证 对台湾还不错 是是 对电子签就可以了 哇 你这个机票要怎么买啊 我超级好奇的 毕竟我自己是 教人家买机票起家 对啊 我们就是看你点版啊 你用里程换机票吗 这么复杂的行程 其实我觉得里程换机票 你可以就是几个步骤去 但是呢 我主要还是用 就是单趟机票去穿 对啊 那个比较合理 可是你知道 我这样觉得之后就很难 因为韩亚就不见了 怎么办 去中海要韩亚 没有韩亚了 对 之前呢 你可能还有就是港楼那些 现在这些航班的资讯 全都消失了 真的会怎样还不知道 对 而且你看那个南美的 他也退出亚洲外里头 我该怎么办 你会觉得你很幸运 你做对决定 在这个不能旅游之前 好好的 去了那么多年 对 然后回来觉得 还蛮安慰的一件事情 就是还好 我前面去了五年的旅游 对啊 对啊 你应该是最没有资格 抱怨的那一个了吧 我本来很想抱怨 后来想想 对 我连南极都去了 你还是很好安心 好了 真的 你应该是真的 最不能抱怨的那一个人 可是你如果说 你后来都可以 有一些厂商啊 然后可以 比较稳定的收入 就等于说 你旅游的支出 是有人support你的嘛 应该是这样讲嘛 对 那你会改变你的旅游的玩法吗 因为你就不用在背包客啦 所以我这两年 真的有开始改变旅游的玩法 我真的开始跟旅行社合作 我开始住饭店了 我开始想玩邮轮了 谢谢干爹干妈 赶快来找我 对 你这两年才开始住饭店啊 没有 因为一开始就是背包旅行 要重游嘛 对 对 那后来就是干爹干妈比较多 我就会住好一点的这样子 真的 所以你本来一开始旅游不化妆 开始有干爹干妈之后就开始化妆了 如果有做直播的话会化一下 拍照也要化啊 不用拍照 有眉图修修好吗 有道理 然后会直接滤镜上去 有道理 可是你旅游都是一个人 大部分之前前三四年都一个人 后来我就带我爸妈出去 你爸妈跟你一起住背包客栈 这很精彩啊 对 真的很精彩 他们觉得OK吗 我后来真的觉得不太OK OK OK 对 其实因为你知道 我有读你这本书里面 有很大一个段落 在讲你跟爸妈出去旅游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会 每年带我爸妈出去旅游的人 当然就前几年啊 就可能就短短的一趟 短短的一趟这样 然后就全家一起出去啊 去不同地方 那每次出去旅游之前可能就很兴奋 那玩到第二天第三天之后 就开始不太讲话了 没有玩到第二天就五哥跟我妈翻脸了 对 然后到了最后一天之后就觉得 天啊 我为什么要安排这个旅行好痛苦 但是明年还是会在 就觉得还是 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忘掉 第二年又傻傻的又再来一次重过 不是 就是你知道吗 突然就会问你说 儿子我们要去日本吗 哦好啊 机票定了 我不是去年才说 我不要给你出国 真的耶 这真的是很有趣 我也常常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想到第二年可以跟家里出去 我又重新又很开心 忘记那些旅游中不开心的事情 对 可是我觉得旅游中不开心的事情 本来就应该会发生 是 因为每一个人到旅游都是独立的个体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 想要去的一个方向 像我妈就是一个省钱的部分 然后就是去哪里都会走路很累的人 又害怕晒太阳 对 然后就什么东西都要逞强 所以你每次看到他就会 对 神奇 我觉得全家出去要多多自由活动 真的 而且我每周会对见他们说 记得 哎我跟你讲哦 那个Klook KK day很好用 就那个车子到饭店载 载完然后就回来 我们一样是半更团式 很重要 因为我在读你的书的时候 就一边读一边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好像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是蛮好笑的 对对对 真的是蛮好笑 就是你看妈妈生气 爸爸生气 我不要吃饭了 我现在有时候还会笑我妈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哦 就我跟家人去 在美国 他们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然后我们就去到那个 拉斯维加斯 然后我妈就不知道在拍照 拍什么东西 就很开心 然后人就不见了 然后我想说 人跑到那里去 我在说超火大 我想说拍一个照 也讲一下 人就这样不见 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在那边 等了大概三四十分钟吧 结果他回来就很兴奋 像小朋友一样 你看我拍到这个 我拍到那个 你知道那个火又整个上来 我想说全部都在等你 现在跑回来炫耀 但是真的 你看像我在跟你聊这个 这已经其实不是 什么生气的事情 对 就是过了几年 你就会觉得 怎么那么好笑 对 怎么当时会有 这么荒谬的行程发生 你说这个跟家人出去 你用修行两个字形容 当然一定是修行 拜托我们生来 就是你知道吗 相怨相狠 然后已经 应该说我们跟家人 其实生活在一起 其实已经容忍多年 我们已经有彼此的习惯 出去就是打掉重来 重练 是是是 对 对 真的是很不一样 然后我妈最喜欢讲 你不要在脸书 在讲我坏话了 我这有时候气到 就会在脸书骂她 我完全懂你妈的心情 虽然就是你知道 除了她可以骂你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可以骂你 你最近出这本书 是你的第六本 我去整个翻了你过去的书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你的书名 是从扭转 然后再来在路上 然后在路上走一走 就转身了 对 转身完之后就出走 出走完之后 到了旅行终点 你旅行终点 真的下得非常好 因为旅行终点完之后 疫情就来了 我第一本书 叫做扭转人生 那就是扭现在打工度假 然后我跟你说 我第二本真的很神奇 我其实那时候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很喜欢分享 我就分享在大陆的论坛 然后就有大陆的编辑 跟我来说 我们想要出你的书 所以我第二本 其实是在中国出的书 而且首刷是一万本 我吓到了 有觉得那边 出版社活得比较好吗 也没有 因为你也不知道 大陆生态那个 他那时候 他们好像算 一个字稿费的吧 OK OK 对 然后第三本 转身嘛 然后转身那本 真的 我真的超乎 我预期之外 那本真正很好 是伯克莱 年度百大嘛 是 然后再隔年 就是在 出走 对 所以就是 自己 才是旅程的终点 对 然后到现在 生活中选择 留下舒适的人 那这本书比较 没有那么多的旅行 其实在部分 在讨论是 关于这个年纪 人际关系 各种 对 会不会是你已经 旅行嫌逆了 所以灰姑娘的 那个南瓜不见了 回到现实来 看一下旅行之外的时间 其实我跟他们说 很谢谢疫情 如果没有疫情 我应该还是不会写书 没有啊 你在旅行终点 讲假的 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 就是旅行终点 就结束了 然后如果没有疫情 我就觉得 我应该还在玩 我就忙着在旅行 谁要 因为你知道其实写书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沉淀 规划 然后再 把这个书出来 然后出来之后 还要扛销售的压力 这样子 是是是 我可以理解 我在疫情前 2019年 2019年 我是没有像你那么疯了 不过我从台湾出发 也出去了十趟了 一个月大概有一趟 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那种 不想要待在房子里面的心情 对 但是你就这样子被强迫关下来 你这两年在干嘛 我这两年 我跟你说 我这两年就是 我自己觉得也很莫名其妙 我接了一堆业配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你连夫胖达的业配 都已经属于你的范畴了 我去年有接过零骨塔 等一下 那个算是旅游的一部分 对 算是旅游的一部分 对 你会觉得很神奇 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我们旅游就是要冒险要尝试嘛 所以我们什么东西业配就要 试着可以接接开就把它接起来 所以你没出去的时间 你都在逛这些厂商是不是 也没有厂商自己来找啊 对啊 我们就是试着去合作啊 那台湾也去盘 我蛮多的采访的点这样子 对啊 我还是有接一些正常的合作广编文了 我问你个问题 这个如果不能讲就不要讲关系 好你说 旅游接的钱比较多 还是待在台湾 就是在家写的赚的钱比较多 那你待家赚的钱比较多啊 旅游根本不想要接案子 因为旅行你就会觉得 老娘在旅行不要理我 我都把钱一直往外推 所以你这样等于这几年 又再帮你存接下来 要出去的钱啊 对我就说 我真的两年就好好接业配 然后接完了之后 我就不接 我就人就消失了 瞬间蒸发出去玩 我就跑去北极坐游了 然后没有网络也没有关系 这样子你怎么交稿 没有啊 就之前潜存够了 我就好好赚这两年的钱 你有算过你一天 不能说一天 你要写多少字啊 因为你的产出量非常非常大 其实我觉得还好 其实你习惯了之后 我跟你说 我其实那时候在旅行 我每一天就是结束了之后 我都会给自己半个小时 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写作 OK 对然后我其实写作的东西 记录很简单 你就记录当天的心情就好了 是是是 对那我会跟很多创制 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写你自己想写的 是 真诚非常的重要 对当你东西是真诚的 那你的读者就是会自己来看 对那你在不停的写作之后的话 其实你会慢慢训练出 你自己的style 是是 对其实你的style 比你去模仿任何一家作家 或者是写作来的重要 因为你知道我后来啊 其实很多人会说 我看某一些专栏 一看就知道是你的文章 对因为那就是你的style 没有人可以模仿得了你 是是 而且自己会自己成长在里面 对你会慢慢 而且我觉得我在 每一年的写作 都有在一些成长 对因为就是 写作的方式会不一样 然后你也会 大概你知道以前 我大概会写个文字 大概是2000到3000字 后来发现读者 看不了那么多字 我尽量缩到1200个字 我有成长 我把字缩短了 所以还是有 你知道吗 还有读者 我还是念不了那么多的字 我说好吧 没有关系 那你再看一下金句就好了 那一句话就好了 好吗 我有这个问题 然后但是我就开始懒得写了 就觉得 哇 就是一写下去 就停在那里 就是停不下来 很容易就就 进入到这种状况 可是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会建议一些创作者 你可以就是先用脸书啊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部分 因为方便读者阅读 那当然现在IG 但是比较短文嘛 所以其实他的文字量 也没有办法那么的多 了解 对 那你还是找你比较合适的 那持续的创作 其实绝对会帮助 你在写作这一块越来越好 是 其实你刚刚讲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我好想打断你 但是你讲那么感性 我一直打不断 好好起手 你刚刚说 你每天行程的最后30分钟 对 要拿来写作 因为你知道 我曾经也有下定这个决心 但是我没办到 因为我每天行程的 最后30分钟 应该都是喝醉状态 我没有办法写字 我告诉你 我喝醉还是可以写 照写吗 还是更好 我觉得那个叫做制约 我觉得其实到旅行 后面其实制约 因为你知道我以前一开始 我一定要用电脑写作 是 对 然后后来我连手机都可以写 我这很厉害 我就是用打字 我就是还是可以写下来 以一个40家的人来说 然后重点是 你知道我们在旅行的过程中 可能就大家一起在那边喝酒 在那边喝 一直忙 我说你等我一下 你们不要吵我 这30分钟我要写东西 我就会自己到角落写东西 你说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吗 对 我就说现在9点多 我要发文了 你们不要吵我 然后我就会去角落 然后开始打字 然后打完字 然后送出 然后就回去 继续跟他们喝酒 所以你是直接就发出去了 对 我是当下创造 即兴创作就出去 所以说如果真的有人发现你不在 就是因为那时候真的没网络了 对 就是可能就没网络 我通常都是即兴创作 然后直接发送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你有错 我都说那没办法 就是有时候手机就很难调到错字 这样子 对 而且雪儿的粉丝们 他那时候正在喝酒 不要再逼他了 真的 我要回去继续喝酒 喝酒打错字 好像理所当然 第二天早上起来才会发现 对 然后我说 好啦 我会改啦 我知道啦 对 就这样子 问你一下 哪边的酒最好喝啊 在你全世界这样子跑完之后 我觉得 我这个人比较没有那个偏好这样子 对 但是有酒就喝这样子 气氛上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气氛 你看你在比利时合 就要喝啤酒啊 对不对 你在法国就是喝白酒啊 你在澳洲就是要喝红酒 纽西亚也是喝红酒 是 对 我觉得就是 看那边 当时有什么酒就喝 什么 对 然后呢 可能旅馆的人说 我们今天要开party 我们就继续喝酒 可是你说你一开始 其实都在背包客的状态之下 对 所以背包客的那个喝酒 是很疯的耶 那个是不是一群人 这样子 对啊 就让他们就crazy啊 对 一间酒吧 换另外一间酒吧 再换另外一间酒吧 OK 我觉得 真的也是非常难喝 我觉得喝酒 可能也是一个创作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嗨而已 晚上大家一起结嗨而已 这样子 因为就边喝边聊天嘛 对啊 因为有些旅馆你一进去 他就说party time Let's go follow me 就follow他了这样子 对 我有一个问题也是蛮好奇的 其实我很少在节目 跟人家聊这个部分 但是因为你这本书哦 里面花了很多时间 在讲感情的事情 但是我想说 你这人明明就都在旅游啊 你这些感情的事情是 你在旅游的时候 就是到每一个城镇 就谈不同感情吗 但没有啊 我跟你说前几天才问我说 你是不是就是出国都会有厌语 我说厌个头 没有吗 我说厌语是偶尔会有 但是大部分时间不会有 因为出国很忙 我忙着要找下一个旅馆 我忙着要规划明天的路线 我忙着晚上跟人家喝酒聊天 对花酒圈类似等等 就是你其实是忙着活在当下 但你没有 我跟你说要厌语的人 有一种就是想厌语 那你在国外就很容易厌语 因为那是你出国的目的 对那是你出国的目的 我说你在台湾也可以厌语 他说怎么会 你去夜店就很容易厌语啊 嗯 对啊你只要把自己打扮帅一点 喷个香水 然后在那边招摇 你一直被人家抛媚眼 那就我跟你说 就有些人就会上钩啊 是 所以这个就是 你这本书 或者是亲人的关系 以及工作上关系 我们其实纠结在人方面 可是因为我们在旅行的时候 我就只有一个人 对 我不需要去care其他的人 我觉得这个旅班不好 我隔天就跟他say goodbye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旅社不好 我隔天就住其他的地方 可是你会发现 我们在台湾不行 是 我们一直都在意别人的眼光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本书 很想要跟大家说 做自己 然后割舍掉你不要的东西 然后把你最想要的东西 留在自己的身边 真的好像是 常常旅游的人 对这件事情会特别深刻 因为等于说 因为我自己身边 很多旅游部落客的朋友 他们的确也就是 会觉得说 啊不合算了 反正明天去找不同人 因为习惯上的生活是这样子 所以你等于说 你是在前几年 你说你32岁之前 你在做PM 是稳定的工作 对 然后你又旅游了快十年 然后你现在又被迫 稳定在台湾两年 对 然后你再去看这段日子 我就回去再看这段 我觉得我很庆幸 去做出选择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我在书名里面 最重要是选择 是 因为你去选择 有选择权的人都是幸福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 他自己可以做选择 所以他会纠结在 很多的 不管是感情关系也好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年粉丝业你知道吗 来问我私讯的 其实很多不是问我要去哪里玩 而是问我感情问题 真的 你现在已经是两性专家了 不是吗 真的 我觉得我是两性专家 就是不管是分手 失恋 然后失业 失去自我都要来问我 我觉得你 然后你就跟他们说 先去打工旅行 我就说那你就 对我就说你就去旅行吧你 你的粉丝是女生比较多吗 女生大概八成是女生 但是我有两成的男生 我的男粉丝都是很铁的 很铁的 对好像 我不知道耶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男生可能在工作上 本来旅行的频率就比较高 以前啦 对 然后真的是有观察到最近这几年 女生对于旅行的那种向往跟需求 就好像以前不关他们的事情 现在就是很适合在人生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应该是说 早期的很多的女性 我们其实比较关心就是穿衣服啊 打扮啊 或怎么样 就是想要成为高跟鞋 然后就是类似时尚 是 那个叫什么 那什么电影啊 穿着Prada的 对就想要成为像那样子的时尚女性 可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想要成为就是放飞自我的女性 那我就是他们的代表 没有 你是在怂恿大家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对 因为你知道我前几天才看到 因为我算七年级 七年级有一半的人都还未婚耶 七年级 你算七年零班耶 对我七年零班 一半未婚 差不多也是零班 十班中间五班做间隔 对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女性 其实不代表 就是会想要把结婚或者是生子成为人生必备的步骤 但是我发现我们这代的女性 慢慢会把旅行成为人生必要的步骤 我觉得不管是女生男生大人小孩 好像对这件事情都越来越重视 对 因为我觉得真的其实看看这个世界的广度 你会觉得自己的心里就不会纠结在原地这样子 对 只有能不能你跟我们用一两句话分享一下说 你希望大家从你的创作里面学到什么 感受到什么 我觉得是真实吧 很多人其实会想要说我要怎么样创作出一篇好的文章 我觉得一篇好的文章就是让人可以感同身受 是 对 你可以借由文字传递温度给读者 那读者虽然他会有不同的见解 但相信收到你的温度之后 他也会做出人生重要的选择跟决定 那我觉得真实是里面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真的 哇 你真的是在旅行当中面对自己很久 看到自己的真实面也越来越多 我就是一个焦躁跟韧性的欧巴桑 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40家 我还是对这个40家很有意见 我觉得 才40岁说40家 这个真的是谁想出来的行销名词 好的 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谢雪文 来跟我们聊聊他对于创作的想法 那他最近的心疏生活中选择留下和是舒服的人 不管你身边有没有这个问题 去翻一翻他 然后想一想自己在旅行跟生活之间的一些平衡 好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收听 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 别忘了帮我在Apple Podcast留下五星好评 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 我会在上面分享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心得 我们下集节目见咯 拜拜 拜拜 在十几年前打工度假正流行的时候 其实我也蛮多朋友就跑去打工度假咯 其实蛮有趣的 有些人去打工度假的原因呢 是因为想出去玩吧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去打工度假的原因 是因为在现在的生活当中 感觉好像找不到什么乐趣 又觉得呢 好像人生就不能这样子了吧 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机会 或者是没有做过的事情 当然我听到很多朋友告诉我的是 他在打工度假的过程当中 体会到了一个人出去旅游 一个人出去生活的另外一种享受 或者是另外一种生活形态 而对一个创作者来说 像雪儿呢 他也在打工度假当中 去找到了一些自己在创作上面的能量 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全职创作者 或许人生偶尔逃离一下现在的环境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看看不一样的事情 会找到一些人生不太一样的路 不知道现在大家对于现在人生的路上 是不是觉得碰到一些瓶颈 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走呢 或许离开现在的环境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也算是打开一些可能的方式吧 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 我是Kiss研究生 我们下集节目见